这个核桃 我特意今天砸的 刚刚砸出来的核桃 你们来看一下 这个核桃啊 它颜色就是比较翻黑看到了吧 黑色看到没有 颜色很深 这个不是坏了 也不是什么成就了 这个就是老品种的土核桃特有的 它就是这种颜色比较深 大家可能觉得很多人买回去 会不过看一看 哇 跟平时看到的核桃不一样 平时你可能身边上看到的核桃 颜色都是浅浅的黄黄的 而这个看起来黑黑的 有的人就以为是坏了 或者是过期了 不是的 土核桃的话 它的颜色就是深深浅浅 有这种很正常天然形成的 这种土核桃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皮很厚 看到没有 又厚又硬 那么因为这种皮厚硬呢 就很不好砸呢 就是不像那个薄克核桃 你手一捏就碎了 这个你就得用一个加核桃的 那个核桃夹子夹一下 可是这个就像留言里大家说的 香得不得了 因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传统的这种老品种的核桃 它为什么香呢 奥秘就在于这个壳 这个壳它很厚很致密 它硬 那么这样的厚和致密 它是怎么形成的 它是在进化中形成的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保护里面这个核桃仁 因为核桃仁含油量非常高 那么如果这个核桃壳很薄 那核桃仁很容易就坏掉了 甚至于就是被鸟兽给吃掉了 所以的话 这是核桃在进化中的一个自我保护 那么现在的核桃 为什么壳变得越来越薄 这是人工筛选的结果 就是准备的去干预它 去选择这个薄壳的 就培育出壳越来越薄 但是这是违反核桃本身的 这个天然的这个本质的 由于这个壳越来越薄呢 那里面的核桃仁 它必须得随之而改变 它的含油量 它的营养就会减少 不然的话 你想它油量那么高 壳还那么薄 不就很容易坏掉吗 所以的话呢 这就是现在的薄壳核桃 我们感觉没有那么香的原因 我还是觉得这个土核桃香 因为它的壳很致命 它就保护里面的仁保护得很好 那个仁的营养成分和油就很丰富 所以这个就是 我更喜欢吃传统的土核桃的原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这个核桃壳本来就是宝贝呀 所以的话 我一点都不会嫌弃它厚啊 它硬 因为我讲过 核桃壳是 跟那个核桃里面的分析木 它的功效是差不多 它是固设我们的肾气的 就让我们人的肾气 更加的坚固牢靠 那虽是非常好的 如果我们人体有这种漏的现象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它是 移尿啊 尿瓶啊 还有可能这个盛气不顾 还会有很多更不好的漏的 我在这里不方便说的现象 这样的一些情况 都是可以用到这个核桃的壳来顾 所以薄壳核桃的话 效果就不好 一定要这种厚的硬的 它才有更好的效果 这个的话我讲过啊 大家就可以用它来煮水 煮水以后煮鸡蛋 核桃壳煮鸡蛋 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的吃过 可以来告诉其他的人 你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以及它的做法给大家写一下 以及你觉得吃了以后效果怎么样 这个真的非常好吃 我都是非常喜欢吃 确实越煮越香 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如果你要做核桃壳煮鸡蛋 一定要选这种像我们这种没有漂白过的核桃